结婚第四年 妻子柳如烟的小秘书在朋友圈高调官宣两人合照 往后余生 请多指教 我点了个赞后 官宣文案瞬间秒删 一分钟后 柳如烟打来电话 他边心疼的安慰着抽气的小秘书 边怒骂我心胸狭隘 无理取闹 当电话挂断 两人的微信与微博头像 都换成了他们那张甜蜜合照 如果是以前的我 一定会冲到柳如烟公司大吵一顿 搅得天翻地覆 直至他们肯删掉所有合照 偏偏这一次 我真的累了 不同于以往 这一次我终于向个男人硬气了一回 没有再像之前一样 在柳如烟面前为自己争取一个解释 我镇定自若地开始收拾行李 整个家里没有多少属于我的东西 就连衣服也都是重复的那几件 想来也真是可笑 柳如烟是世界500强企业的女总裁 雷厉风行就是她的一个标签 可身为她的丈夫 还不如别人家里的保姆 在她的控制欲下 我辞去了自己本该做到管理层的工作 每天都得待在家里等着她回来 还要配合她去公司的时间 为柳如烟做早饭 甚至有时候应酬到凌晨两点 柳如烟一定要熟睡的 我起来给她做醒酒汤 曾经的我深爱着她 我以为只要自己付出这么多 她的心一定会被我感化 现在我发现自己大错特错了 我拿着行李箱在客厅坐着 盯着面前的婚纱照 今天是我们四周年的结婚纪念日 而柳如烟却和自己的秘书 陈旺宇暧昧不清 还纵容对方发出那样的朋友圈 来宣誓主角 给律师打完最后一个电话 我站起来想往门外走 也就在这时 柳如烟醉熏熏的从门外走了过来 脖子上还有草莓衣 我知道 这又是陈旺宇故意的 说刺激不到我是假的 恋爱五年 结婚四年 九年的感情我也不做不到 说放下就放下 看到我在客厅 柳如烟高跟鞋一拖躺在我的身边 丝毫没有注意到我的行李箱 身上的烟酒味实在是让我反胃 老公 酒喝得我难受 能给我泡杯蜂蜜水吗 要是在以前 在她进门的那一刻 我就会去准备蜂蜜水了 哪还需要她主动提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我却坐在沙发上纹丝不动 柳如烟把手放在我的大腿上拍了拍 又拉住我的手 还在为今天的通电话生气吗 不要生气了 是我的错 我现在已经把头像什么的都换回来了 你也知道我每天在公司很忙 有时候难免会有点脾气 听着她不走心的解释 我的心一点点往下坠 陈旺宇发那样的朋友圈 你让别人怎么看 你是有丈夫的人 你有尊重过我吗 听到陈旺宇的名字 柳如烟刚刚哄我的耐心瞬间就没了 沈玉明 你能不能大度一点 我都和你说了多少遍了 陈旺宇只是我的助理而已 我们只是正常的上下属关系 你为什么一定要老抓着她不放 你就这么不信任我吗 我难以置信地盯着她 不敢相信她会说出这样的话 我对她的信任就是一点点被她摧毁的 自从陈旺宇成为她的助理之后 柳如烟连加班的次数都变多了 甚至在我生病发烧的时候 陈旺宇打电话过来说自己害怕打雷 她就直接去陪陈旺宇了 我站起身 拉起行李箱的赶走到门口 背对着她淡淡地说了一句 柳如烟 我们离婚吧 我会让律师你好离婚协议的 过两天寄到你公司 这是我第一次和柳如烟提离婚 以往都只有她和我提的份 一瞬间 柳如烟清醒了不少 扫了周围一圈才发现家里少了不少东西 见我没有在开玩笑 她来到门口阻止我的去路 你这是要去哪里 我今天已经很累了 你能别和我折腾了吗 大不了我以后和陈旺宇少接触 这种话我都不知道听了多少遍 但没有一次会做到 我绕过她想要打开门 这个时候柳如烟的手机却响了起来 她拿出手机看了一眼备注 有些心虚地想要把手往后锁 还能有谁 不就是陈旺宇 柳如烟朝我甘大的一笑 大半夜地给我打电话 说不定是真的找我有事 我还是接一下吧 万一是公司出问题就不好了 在我的注视下 柳如烟接了电话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还特地开了免提 一接起电话 陈旺宇带着哭腔的声音就传了出来 害我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柳总 我被困在公司电梯里面了 您能找人来救我出去吗 我朝天翻了一个大大的白眼 哪个男秘书大半夜 因为这点私事给自己老板呢 这不妥妥的司马招之心路人皆知吗 就你一个人吗 那我 柳如烟脸上的担忧表现得淋漓尽致 但这几年来 她从来都没有对我有过这样的神奇 柳如烟看了一眼我的脸色 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 要不你打电话给公司的安保 他们24小时值班的 我现在也有事情要处理 或许是柳如烟难得拒绝她 陈旺宇的语气更委屈了 柳总 这是你的专用电梯 虽然你私底下同意我都可以使用 但要是被别人知道都不好 我怕会影响到你在公司的形象 算了 我自己在电梯待一个晚上吧 反正天都快亮了 她说的每一句话都戳进了柳如烟的心窝子里 只要陈旺宇一脉惨一撒娇 柳如烟哪里把持得住 我马上过来 说完她挂掉电话 顺手把我的行李箱拿到一边 你也听到了 她一个人待在太危险了 不管怎么说她都是我的下属 还是在公司出这样的事情 我得去看看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 柳如烟就叫好司机已经出门了 留在原地的我不由的苦笑 她的那部专属电梯 就连我去公司的时候都不让我使用 柳如烟说是因为不想让别人觉得我搞特殊 带坏公司的风气 现在看来真是可笑 这就是我四年以来精心守护的婚姻 柳如烟的公司能做到现在这一步 前期也都是我把自己和父母的积蓄拿出来给她 想到这里 我的眼泪还是止不住的流了下来 我紧紧的握住拳头 把门关上 现在已经深更半夜了 我回到了自己在婚前掏自己买的一套小公寓 一个人来到漆黑的公寓 因为长久未主 房间里都蒙上了一层灰 这一刻 孤独感顿时从各个角落里面袭来 我再也压抑不住自己的情绪 从酒柜里拿出一瓶高度数的白酒灌下肚子 只是生活都是要继续的 哭到没力气之后 我直接开始打扫卫生 大不了今晚不睡觉了 打扫干净 迎接自己新的人生 等到太阳透过窗帘照射到我脸上的时候 整个房间终于亮堂了不少 就在我洗完一个热水 早想要好好睡上一觉的时候 我的手机收到了几条短信 一个是柳如烟发过来的语音 沈玉明 你一晚上都去哪里了 我今天早上还特地买了早餐带回来给你吃 底下是柳如烟发来的早餐照片 里面有一份皮蛋瘦肉粥 认识这么多年来 我根本就不吃皮蛋 他竟然到现在都不知道 这都一整晚了 他才回家发现我根本就不在家里 傻子都知道他肯定陪了陈旺宇一晚上 我没有回复他的消息 另外几条消息是陈旺宇发来的 只有两张照片 一张是柳如烟的车停在他家的小区门口 另一张是柳如烟赤裸着上身在他的枕边睡着 不愧是能拆散别人婚宴的人 心理素质这么强大 能做出这么不知羞耻的事情 我没有回复 把两个人通通拉黑 等我在一觉睡醒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 我特地把手机调成了静音 起码有十几通未接电话 其中就有我从小到大认识的兄弟黄成乐 郁明 你终于让我刮目相看了不少 就应该早点离开那个王八蛋 黄成乐的喳喳呼呼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 让我感觉安心了不少 从小到大 除了我的父母 也就只有他是一直站在我的身后的 尽管他现在已经结婚 还比我早两年当上了爸爸 但是从他的状态就知道黄成乐婚后过得很幸福 你怎么知道的 房间里的窗帘紧闭着 我打开床头灯 用暗的灯光撒在我的手边 今天一整天 柳如烟给我打了很多个电话 我套路了一下 他就把你们吵架的事情和我说了 柳如烟和那个小秘书的事情 你之前不是都忍了很久吗 怎么这次终于想通了 算了 我们见面说 顺便带你见个人 今天的我实在是懒得出门 可还没等我开口拒绝的时候 黄成乐已经挂断了电话 算了 就当做是出去散散心吧 我和黄成乐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 找个人说说话 心情确实好上不少 说着说着 他突然起身和门外的女人打招呼 等到女人逐渐靠近的时候 脸庞越来越熟悉 我才记起是我的高中同学梁新宁 高中时 他曾暗恋过我三年 直到高考完的那一天才向我表白 只是被当时已经心有所属的我给拒绝了 后来听黄成乐说 他高中一毕业就申请国外留学了 大学毕业之后一直都在国外发展 更让人佩服的是 梁新宁本身的家庭条件本就极其优渥 可他却还是靠着自己在国外独自创业 身价已达上百亿 早就不是柳如烟能够的上得了 沈玉明 好久不见 还记得我吗 梁新宁朝我伸出手 见我傻傻愣住 地旁的黄成乐悄悄的碰了我一下 当然记得 梁新宁 好久不见 哎呀 我家包姆打电话过来说 我儿子又开始哭着找我了 你们先聊 我先走了 黄成乐朝我眨巴了两下眼睛 不顾我的尴尬 直接就开车走了 只留下我和梁新宁大眼瞪小眼 不久后我就收到黄成乐发过来的消息 加油啊 走出失恋最好的方法 就是找一个新的对象 还附上了一个搞怪的表情包 看着面前许久未见的女人 我对黄成乐都有点无语 当初是我拒绝了人家 更何况如今我都已经结过婚了 这是让别人当接盘侠吗 我才不会做这么不道德的事情 听成乐说你这几年过得不怎么样 梁新宁做了一口咖啡 在我浮想联翩的时候出声打断了我 我点点头 却也不想欺骗了面前的人 你应该知道成乐把你叫过来是为了什么 我替他和你道歉 是成乐擅自主张了 就在我起身想要离开的时候 柳如烟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 不顾周围人的眼光大喊大叫 怪不得你要和我离婚 原来是你在外面有人了 我的手腕被柳如烟揪得发红 忍不住直接甩开了他的手 我和他今天也是第一次见面 而且我们两个已经准备离婚了 不管怎么样我要去见谁关你什么事 向来对柳如烟顺从的我难得地反驳他 这让柳如烟直接急红了眼 眼看着他就要伸手拿起桌上的咖啡朝我泼过来 梁新宁却挡在了我的身前 咖啡顺着他的白衬衫一点点往下流 沿着他的手指低了下来 你没事吧 我连忙上去拿去纸巾帮忙擦拭 柳如烟见状又过来抓住我的手 你当着我的面和人家亲亲我我 你像话吗 本来我还懒得和柳如烟争执 可现在他无理取闹的样子 直接害得别人遭了样 带着辛仇旧恨 我直接一巴掌扇了上去 柳如烟 闹够了没 你和陈旺宇在公司所有人眼皮子底下 搞暧昧的时候你是怎么解释的 清脆的巴掌声在咖啡厅里响起 匆匆赶来的陈旺宇刚好看到了这一幕 陈旺宇还是戴着一副黑矿眼镜 表面看起来丝丝纹纹的样子 他赶紧上前用热毛巾敷住柳如烟的脸 一副正主的样子教训我 你也太过分了吧 怎么能出手打刘总 他等会还约了人在这里谈一笔千万级的声音 你现在让他怎么见人 陈旺宇扶着柳如烟在另一张桌子坐下 整个人几乎紧紧贴着柳如烟的水 他朝我勾唇一笑 就像是高中时的他 让我显现恍惚 明明是个女孩子 但是高中却是班上最顽皮的一个 每次要捉弄老师和同学的时候 他也经常会和我说这样的话 陈旺宇嘟囔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幸好那个名语集团的人迟到了 要不然就要给人家看笑话 我听柳如烟说过名语集团 凭借着一己之力几乎垄断了海外市场 国内想要开拓海外市场 就必须要看名语集团的脸色 脸上巴掌印还没有完全消下去的 柳如烟冷哼了一声 我亲自打电话问问 如果是往常 合作方迟到 他早就甩脸走人了 今天却还能耐着性子等下去 看来确实是一笔大声音 也不知道是不是巧合 面前梁新宁手里的手机 也跟着震动了起来 见梁新宁没有要接的意思 我还以为是他没有感受到 悄悄地朝他比了一个手势 似乎是被我的样子逗笑 梁新宁接起电话直接开了免提 梁总 我是柳如烟 您大概什么时候到 手机里的声音 跟着柳如烟现场的声音 重复了一遍 我算是明白怎么回事了 名誉集团的总裁就是梁新宁 同时反应过来的柳如烟 这才意识到 被自己泼了咖啡的女人究竟是谁 就在柳如烟捧着一张缠媚的脸 想要找梁新宁解释的时候 梁新宁直接带着我走了 在诚望与嫉妒的眼光下 我坐上了梁新宁的麦巴赫 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对不起 如果不是因为我 你今天就不会被泼咖啡了 你这件衬衫应该很贵吧 我过几天再去买一件新的赔给你 你买不到的 这个是私人定制的 衣服就不用赔了 下次请我吃个饭就行 梁新宁说话的声音淡淡的 听起来很舒服 我应了一声 车里又莫名的尴尬了起来 谁都没有出声 原来你是来这里谈生意的 刚刚是我自作多情了 到达目的地了 车子停在我的公寓门口 玉明 我就是特地来找你的 我知道你最近要处理的事情很多 没关系 慢慢来 他一字一字地在我耳边吐出来 弄得我心里痒痒的 感受到车内的气温逐渐升高 我赶紧开门下了车 有机会再见 我没有直面他的话题 转身就进到了电梯 心很久都没有跳得这么快了 平静了一阵子 耳边传来了什么动静 我警惕地望着四周 透过门底下的缝隙 发现我的卧室里亮着灯 不对劲 家里面近人了 我拿起手边的高尔夫球棒 小心翼翼地挪动门的旁边 慢慢地按下门把手 还没来得及看清 你应该只是开玩笑的对不对 闻着他身上的香水味 我知道这是他特地为了来见我喷的 自从掌管公司之后 这款乌龙香柳如烟 已经很久都没有喷过了 因为他看不上这款廉价的香水了 想当初 我们俩第一次见面 就是在大学的跨专业聚会上 柳如烟的身高有一米七 整个人的气质极佳 脸蛋也很漂亮 那张脸在刚入学的时候 就已经在学校论坛里火了 都说他大概率就是未来四年的笑话 那天晚上 大家都喝了点酒 几个不胜酒力的男生 醉得脑子都不清醒了 可能是看高冷的柳如烟 一直都一个人待着 那几个男生 带着浑身的酒味来到他身边搭讪 柳如烟不肯赏脸陪他们喝一杯 他们就开始对他动手动脚 这群人完全就不像是大学生 反倒是更像地痞流氓 一直抱着不当出头鸟的我 心里一横 站出来阻止了那群人 柳如烟这才得以开拓 对于那一晚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周围同学身上 都是酒味的情况下 只有他没有喝酒 还散发着淡淡的幽兰香 谁能想到英雄救美 这样的土味剧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从那以后他为了谢恩 我们接触的机会越来越多 通过和他的相处 我才知道柳如烟家里的条件并不好 连上大学都是靠着助学金 而我却从来没有这方面的担忧 虽说我家称不上大富大贵 可沈家在当地企业也算是排得上前几年 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可怜他 还是日久生情 我们就这么顺理成章的在一起了 柳如烟算是我的初恋 我和他毕业一年后就结了婚 面前的女人还在紧紧地抱着我 我第一次觉得这股幽兰香 闻起来让人窒息 我使劲把他从我身上扒拉开 害得柳如烟没站稳 直接摔在了地上 柳如烟 给你的离婚协议我已经签字了 你只要签的字就行 还是说你对上面的财产划分不满意 我都是严格按照法律来的 不是我的 我一分都不会拿 我站在一边 冷漠地看着摔在地上 扶着腰起来的柳如烟 他的腰已经是老毛病了 为了他的腰 我四处替他找中医寻药膏 只是我每次找到药膏 想要为他敷上的时候 都被他拒绝了 他说我就是找些便宜货想害他 后来我才知道 原来是陈旺宇给他洗脑 说我找的中医都是没证书的骗子 我们没必要闹成这样 你不就是看不惯陈旺宇吗 我今天已经把他辞退了 我保证 以后我的秘书只会是女的 不会再找男的让你受委屈了 我冷冷地看着他 他才不会为了哄回我就让陈旺宇滚蛋 里面肯定有鬼 我果然想的没错 见我没有说话 柳如烟以为我被说动了 那你收拾一下 等会我们一起回家 你怎么不早和我说 你和名誉集团的总裁认识 如果有这层关系 我们公司又能更上一层楼了 柳如烟是忘了自己 才在几个小时前泼了他咖啡吗 我本来还以为是你的情人呢 没想到是梁姓林 他的话肯定看不上你 柳如烟自顾自的说着话 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把心里话说出来了 好像在他心里 这辈子能遇上他 都已经是我最大的运气了 我和梁姓林不熟 这次我怎么都不可能跟你和好 这里是我家 请你出去 沈玉明 你别太过分了 我都特地来哄你了 你别给脸不要脸 你不会真觉得自己 可以巴结上梁姓林和他结婚吧 柳如烟说的话越来越难听 我甚至失去了 和他继续沟通下去的欲望 装哑巴是吧 那我就继续和你耗下去 反正这婚我不离 柳如烟索性躺上我的床一动不动 直到一个电话打来 虽然听不清对面在说什么 但我很明显地感受到 是一个男人的声音 除了陈旺宇不会有其他人了 陈旺宇大概是为了辞职的事情 和柳如烟哭闹着什么 柳如烟直接起身 他指着我说道 你等着 我肯定不会离婚的 所有钱都是我的 你一分都别想要 这还是我第一次 为陈旺宇的打扰感到开心 要不然还真难请走这尊大佛 后面几天 可能是一直在哄陈旺宇 柳如烟都没来烦我 要不是黄成乐偶尔和我聊天的时候 提到了梁星云 我都还以为那天他的出现是场梦 这几天 我也没让自己闲着 想让自己走出来 不是要靠另一个女人 而是要靠自己 为了重拾自己的事业 我开始准备简历 让一个当猎头的朋友 帮我找一家适合我的公司 想来应该是不好找到 毕竟现在整个社会的经济不好 又加上我有长达多年的空窗期 谁还会要我呢 就在我以为第一轮找工作 就要失败的时候 我得到了一个知名公司的面试机会 走廊里都是今天要来参加面试的人 尽管都是同一个部门 但大家的岗位倒是各有不同 而我要面试的就是市场经理 尽管只有两年的工作经验 但自从我上大学了以后 每年的寒暑假 我都会在我自己家的公司里面锻炼 所以还是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的 面试是两个人一组 沈玉明 陈旺宇 难道是同名同姓 陈旺宇倾壳了一生从我身边经过 我抬头一看 竟然真的是柳如烟的秘书陈旺宇 他一个一直做行政的 怎么可能有能力搞定市场经理这个岗位 就连面试条件都应该不符合吧 脑海里突然蹦出来 前几天在我的公寓里 陈旺宇给柳如烟打个电话 恐怕这就是他和柳如烟闹了脾气的结果 就是靠关系给他一个面试的机会 经过我的身边 陈旺宇凑到我耳边嘚瑟 这岗位本来是我内定的 也不知道谁搞错了 把你的简历给通过 劝你还是趁早放弃吧 就算参加面试也只是浪费时间而已 还不如抓紧去投一投其他公司呢 他眉飞色舞的样子 看得我真是不爽 只是来都来了 就算这个岗位已经被内定了 参加一下面试 就当做给去其他公司提前采牌了 抱着这样的心态 我没有理会他 直接进了面试的办公室 只是 这次的三个面试官全都是女的 自从我们两个进来之后 这三个面试官的眼神 几乎全部落在了陈旺宇身上 最离谱的是 他们问陈旺宇的问题和专业毫不相关 而问我的不管是大方向还是小细节 都抠得很死 沈先生 不好意思 您落选了 希望以后还有其他的合作机会 我经过近40分钟的盘论被淘汰 而全程都只是在对着面试官抛媚眼的 陈旺宇却入选了 贵司的工作态度 一定是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哟 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 你自己能力不行 和几位面试官有什么关系 陈旺宇在一旁阴阳怪气的说着 说话的期间还不忘给几个面试官识眼色 面前的三个女人都纷纷附和着 其中一个女人突然开始打理自己的衣礼 总部有人来了 赶紧准备一下 这应该是一个突发情况 另外两个女人的表情很显然都没有料到 听到总部两个字 陈旺宇的眼睛都亮了 可天王老子来了都和我无关 我拿起包就要推门往外走 外面的人也刚好准备推门进来 一个女人直接撞进了我的怀里 我明显地感受到周围的人都倒吸一口气 看来来头不小 不过怎么是梁心宁 我抬头看着站在面前的男人 她的身后还跟着一批人 你今天是来这里谈生意吗 但你好像走错了 这里是我们面试的地方 听到我说的话 梁心宁身后的人都一副忍俊不禁的样子 我一脸疑惑 不知道哪句话说错了 只是 马上就有人给我揭晓答吗 梁总 您怎么亲自来了 为首的面试官一改刚刚的样子 全都恭维了上来 所以刚刚说的总部的人就是梁心宁 我在一次被面前的女人震惊到 毕竟我来面试的这家公司和柳如烟的公司 可是不相上下 现在看来 这也只不过是名语集团其中一个子公司罢了 我就是经过这里 顺便来看看今天的面试 毕竟 我的公司不是一些阿猫阿狗都能进的 她一有所指的看了一眼陈旺宇 只是陈旺宇会错了意 她以为梁心宁的眼神是在向她表达兴趣 上次在咖啡厅的时候 陈旺宇就已经盯上梁心宁了 毕竟一百个柳如烟都比不上一个梁心宁 梁总 刚刚面试官说我已经通过面试了 陈旺宇不怀好意的上下打量了我爷 至于他 明明落选了也不知道 为什么到现在还赖在这里不躲 谁把她的简历放进来的 梁心宁的语气听起来有些生气 把几个面试官吓得不轻 因为被陈旺宇误导 他们还以为梁心宁问的是我 其中一个面试官为了抢风头 来到梁心宁的面前说道 梁总 是底下有人不小心误怕了 沈旺宇的简历才放进来的 您放心 我等会面试结束 就会把那名出错的H2B辞掉 面试官的话 没有人梁心宁的脸色好上不少 反而越来越来差 我说的是他 梁心宁抬手指着陈旺宇 据我所知 陈旺宇才是靠关系进来的吧 沈玉明的简历是我亲自通过的 怎么 你要把我辞掉吗 梁总 我不敢 我以为面试官的头越来越低 说完 梁心宁示意了一下身后的人 面前的面试官就被带走了 梁心宁身上的气压很低 最起码 在高中的时候他从来不会这样 你回去转报给柳如烟 他都把手伸到我的公司里来了 看来他自己的公司是不想要了 陈旺宇听明白了其中的意思 所有人都看出他脸色惨白 甚至还在懂 当着所有人的面 梁心宁直接牵起了我的手往外走 这短短一个小时里 我的心情起伏实在是太大了 就在我刚要踏出门的时候 身后的陈旺宇像是疯了朝我扑过来 幸好梁心宁身边的保安发现得快 直接把他拦了下来 他是一个还没离婚的男人 梁总 你怎么穿这样的破鞋 沈玉明这样的男人配不上你 陈旺宇知道自己没了出路 还想毁了我 只是我本来就没有想着和梁心宁发展什么 他说的这些对我来说 根本起不到任何伤害 梁心宁的手把我握得更紧了 明明丢人的是他 反倒像是在安慰我 只见他缓缓转过头去 满脸嫌弃地看着咬牙切齿的陈旺宇 我和玉明之间 不是我做选择 主动诠释在他身上 如果他愿意选择我 我把整个名语集团送给他 我都愿意 这铿锵有力的两句告白 让陈旺宇噎的说不出话来 不止旁边一群吃瓜群众震惊的捂住嘴 就连我都怀疑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听错了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 陈旺宇直接被保安丢了出去 而我却被带到了顶层的办公室 梁心宁贴心地给我倒了一杯水 在来办公室的路上我就想清楚了一切 我之所以能够参加这家公司的面试 也只是借着梁心宁的光 其实间接的 我和陈旺宇无非是武士不孝百步 梁心宁 我不值得 我直接把心里话说了出来 尽管刚刚他说的话让我很感动 可是陈旺宇说的没有错 我是一个结过婚的男人 而他这样的身价 要什么样的男人没有 来 先喝水 梁心宁把水滴到了我的手上 站到落地窗前 缓缓和我说起曾经的事情 因为在班级里太吵闹 梁心宁被老师带头孤立 甚至还把他的位置安排到了角落 没有人愿意理他 而我又是班级上最沉默寡言的男生 我和梁心宁之间就像是两个世界的人 这辈子都不会有什么交流 直到学校的一次运动会 因为班级上的其他同学 都不愿意跑800米和1000米 老师就让大家投票选出来 没有朋友的我和梁心宁 就成为了票数最高的一男一女 那次投票之后 我们两个经常会被体育老师留下来锻炼 慢慢的 我发现梁心宁没有大家说的那么坏 每次上体育课之前 梁心宁总是会带着两瓶水 其中一瓶就是给我的 只是后来我的父母知道 我被强迫参加长跑之后 因为我父亲是校长的朋友 他直接向校长施压 让班主任取消了我的参赛名额 不知不觉 就到了运动会的那一天 那天的太阳比往常都要大上不少 连坐场下的观众都热得直冒汗 1000米马上就要跑了 其他班上的同学都站起来 给自己班的参赛选手喊加油 唯独我们班一个人都没有 所有人都在做着自己的事情 就在连梁心宁自己都以为 没有人给他欢呼的时候 我走了出来 一个人站在跑道旁边 给梁心宁大声的加油 只有我拿着一瓶水 站在终点线等着梁心宁 搀扶着他回到休息区 后来梁心宁开玩笑说 这是他第一次听清楚我的声音 从那以后 梁心宁才开始真正的开始暗恋我 所以他把班上所有的人都欺负了一遍 唯独不会欺负我 梁心宁说他对我的暗恋长达12年 回忆确实是美好的 可是现实却很骨感 梁心宁 给我点时间 我现在心里都还是乱着的 我终究还是动摇了 明明知道自己不应该给梁心宁希望 可是看着面前真诚的他 我实在是不忍心 在我和柳如烟正式分居的三个月之后 我委托律师提出了离婚诉讼 因为他出轨在先 再加上陈旺宇曾经时不时给我发消息 炫耀他和柳如烟的关系 以至于我的手上有大把的证据 我的律师还查到 当初柳如烟在大学也是刻意接近我 想要依靠着和我的婚姻来吞并我父母的财产 在开庭前 知道自己一定会输的柳如烟 跪在法院门口求了我好久 可我已经无动于衷 我不会再让自己陷入那样的泥潭里 离婚成功后 我分到了属于自己的财产 我曾经在柳如烟身上渴望了四年的东西 梁新宁却主动给我 在他的不断坚持下 我封闭已久的心中就还是打开了 而柳如烟的公司不到一年就破产了 我知道这背地里一定有梁新宁的手脚 梁新宁躺在我的怀里 吃着我喂的西瓜 你会不会觉得我对柳如烟太狠心了 我摇摇头 扶过挡住他的眼睛的几根发丝 在他的额头上落下一个吻 这一切本来就不甘是属于他的 你这么做 我还要夸你呢 得到我的肯定 梁新宁担忧的脸色这才放松不少 幸好 现在你在我身边 我才觉得自己拥有了一切 谢谢你 新宁